这一次租房除了考虑父亲住院问题 最大的问题还是弟弟复读 而房子自然是要找到一中这边 三个月后一中这边那个楼盘要开业 自己要是能在三个月内赚到一百万 也需要在这边弄个落小点 所以张安平找房子的时候 就专门找那种宽敞的房子 最起码得住的下一家人 还得给张安宁留下很安静空间那种房子 很快张安平找到了一处房子 距离一中后门不到一百多米 这位置和面积真是绝了 大叔 你这房子只租不卖了 卖这边房子贵 我这房子没个六七万 我是不会考虑的 你看我这房子可以分租出去 一间房一间房的 一年可以租不少钱了 六七万 那确实太贵了 那租一年多少钱 这一大套两千 那你家要是卖最低多少钱 五万成不成 小伙子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是真有心买 五万不成得加点 而且不能奢陷 一个月内要把全款拿来才行 是真心买的 可以先给你一万定金 后面一个月内给你剩下的钱 不奢险最多给你五万五了 这顶得上你租房子几十年了 而且越往后 房子越旧 就不值钱了 六万五 你要想要就这个价钱了 我还得和家里人商量一下 这可是大事 成 你要六万五 奖外 你可以去一中门口不远处 那个一品仙虾的售卖点 直接说找张安平 约定一个地点 我就会来 比起买什么摩托车 他更喜欢这里的房子 而且这几年建房子也没那么多限制 有这么大面积 后面好好设计一下 这房子不管怎么弄 位置在这里 只会越来越贵 买摩托车往后退下 得攒点钱买个房子 张哥 你这就把兄弟当外人了 这摩托车的事情你别管 我买好 你来用就行 至于房子 我这边还有五万块 要不你先拿去用 这一品仙虾最多再过一个星期 我估计咱们都再也不会缺钱了 你想多了 生意太好了 肯定会有人眼红 后面会有人跟你抢生意 咱们是占据了先机 当也不会像你想象中那样 再也不缺钱 你要是不信 过阵子看看 在随城市 你就算只开一个早餐店 生意稍微好一点 就有人在旁边跟风 何况是像一品仙虾这样 火爆全城 力顿又非常高的生意 果然 在张安平这话说了没二点 一品仙虾就被人盯上了 感谢观看